大家看这是一块南极金枪鱼 很漂亮颜色 这一块是黄极金枪鱼 这个颜色就没有那么漂亮 这个是鲜红 这个肉质看上去就很有食欲 这个做刺身是很好吃的 由于这个鱼都是在冷冻 冷冻箱里面冻了整整两天 这个零下60度的冰箱 这冰箱是专门从德国进口的 一般的冻柜只有零下18到24 冻这个专门鱼的要零下60度 很硬 画了一天了还没画开 切这个的时候 有点硬的时候好切一点 如果全部画透了 反倒切的不是那么好看 你看 这看的不是很清楚 切的时候还是比较费力气的 都把它改成这样两指宽的一条一条 就方便切这个撒西米啊 切你给你手握寿司的那个片片 金枪鱼片 这个蓝旗的金枪鱼比这个黄旗的贵不少啊 这块蓝旗的金枪鱼准备好了 大家再来看这一块是黄旗金枪鱼 颜色就没有那么亮了啊 不过这个也还是很新鲜的了 这个做什么冻布啊 包卷啊都还是挺好的啊 两块鱼都准备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蓝旗金枪鱼 条条切成条了啊 到时候用那个厨房纸一包 保鲜膜再一包 就可以放到冰箱里去 放两天三天都没问题啊 谢谢大家